郭文貴公司 好啊 所以現在來 簡單說了 它這有40種 它這屬面的資料裡面 有40種的方法 第一種就是叫做心理的干預,心理干預 這個心理作戰就對了啦,心理作戰 所以就是說 這個心理作戰,別人,你看他在這裡 自我承受要求啦 你說 你要自己要求自己,你要做什麼 這就是 由於暴力控制裡面最基本的 第二點就是禁食啦 我們不要經過禁食,也不要經過絕食 這就說人家做人家做就沒什麼力量 正面我 我是跟其他三、四個做而已啦 你說說我們有辦法很多人做 那力量就越大 越大啦,所以 禁食也是種方法啦 反術啦 反術就是 都要把檢查官告 檢查官上訴啊,取訴啊 我們也可以把檢查官告啦 反正你要告我,我也告你啦 這也是一種非博的空間 他也很怕我們告的啦,對不對 所以齁,像 我們去台中 陳英寧來的,對不對 啊 警察 用那個辣椒水啦 化學 辣椒 辣椒水 噴 明祐跟噴我們牽手 啊我們現在把那個警察告了 應該照說是告幾個的啦 要不要碰一個有罪啦 把明祐噴那個齁 他說他找沒人啦 找沒人 這樣說就不準算啦 現在 真要頭腳步 齁 說找沒人 這樣就 就說 不起訴啦 啊 警官都沒有事 就 找一個警察 最後判 六個月啦 現在警察 叫他們沒什麼回來 說齁 拜託的啦 我們也是吃頭路啦 啊就來和解啦 看齁 啊我們也沒多少 我們也算算啦 齁啊 要和解就不能要求太多錢 齁 啊其實齁 叫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市議員 也來講情啦 也消費給黃岳衰老師呢 叫黃岳衰老師來求情啦 啊其實 我們就 不是 沾對那個警察 本身啦 那個警察 是 他課署說 在這個貼桌之下 他對人民就要隨便 來思案嘛 對不對 啊所以我們就 基本上是 沾對這個貼桌啦 啊他就說齁 因為我們 現在課到警察 警官 學校 要去 撤櫃 如果這樣 這個岳衰 他就沒辦法 先做警官啦 嘿啊這也 真 真好公正就對了齁 啊像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他怎麼說呢 他說齁這個警察 林兄哥齁 都在我們民進黨的 服務所在幫幫忙 我說 啊我們都用噴辣椒水 林兄哥比較沒有出來感受 他說齁 那自己的人就不能噴 對不對 噴噴的 要在那裡出發啦 他在說 啊 林兄哥也都 帶我們 烈的 在 到 到服務就對了啦 啊這個 說起來 實在也 TO一邊就對了 啊所以 不過不論 到後來 怎麼處理啦 也是要讓他了解 警察跟軍隊 個人 本身 到後來就要選擇站在 我們台灣同胞這邊 啊絕對不能 為到方便 為到街頭 他站在流氓政府 帶著那邊 啊所以這 就是在說齁 這個 我們也可以反告啦 啊非暴力的 騷擾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非暴力的騷擾 像 像這個白菜吉啊 總統要開火喔 他也不能都米在車上啊 他如果米在車上我可能把他嗆聲也嗆不到啊對不對 他也要開門出來要走出來啊 我看他開門 聽出來後 我來畫白菜吉啊啊 吳敦力 滾下來 他聽到他可能也很刺激啊 但是 啊這就是我們可以騷擾啊 非暴力騷擾啊 用我們的聲音 啊所以大家在唱歌喔 唱歌也有意思呢 要連我們的肺活量 連人的膽點 唱歌如果大聲 出去要畫口號 要嗆聲就大聲 對不對 我剛才在這個 梁山市那裡 有一個大哥騎我來跟我說 馬英九齁 所以剛才梁山市那裡拜拜 在那裡搜攔人心啦 他說有交30 幾個朋友喔 那不是特別交的啦 現場在那裡 親才 發一個 30幾個就打我來 跟他發馬英九落台 他說喔 發的那裡也很爽啊 啊這就是叫做非暴力騷擾啦 啊所以就說我們如果有機會 遇到馬英九 遇到 胡敦亦 先抓這兩個人就好了啦 啊 目標門是分散 啊 先抓這個人 就都把他發 落台 賣國賊 啊都把他 都會撒賣賣賣啦 啊 啊 啊 現在對他的做工做罵 免賣賣賣啦 就跟他說 叫他滾下來 對不對 民主政治做不好 滾下來應該的啊 對不對 這沒什麼 沒什麼 不應當啦 所以 心理上的干預啊 是一種啦 啊現在就是肢體的干預啦 你有發現這個肢體的干預啊 第一人是 大家對這個 啊 勇俗 我們 五歲啦 干預的意思 不是說我們就要那個 辛苦跟他 請拚啦 干預有時候是要求我們自己的 像他在說的 就政制啦 像我們在這裡政制 日本一頭情情節 哈 像我們在中東的頭情情節 在這個法英頭情情節 我們到任何一個地方 公家機關的地方 我們的民眾 大家都叫 下來 就是在標示我們不一樣的意見 這就是一個力量 當然這個力量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要有公民記者幫我們揭 最好是主流媒體來揭 主流媒體我看頭腦也都要不清楚 都是在發邊新聞、八卦新聞 整個政治人物 我們在空間主流媒體很不愛來 我們要把我們武藍兄大大勾頌一下 我們公道民情開始到降時 如果沒有武藍兄這台樓邊去 海來外的台灣東鄉也不知道我們在變什麼話 我們用瀟北去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感謝武藍兄 我們要把我們逃過一個小小的駕頭 就有辦法把我們揮捕在空間的力量 選擁出來 所以很多年輕朋友 都說他不知道可以幫忙什麼 其實如果我們出在空間 武藍兄一隻齁 他對五六場 一隻啦 這裡的運動、那些運動 你看他都吃不肥 都吃不肥 炒到還要翻過 其實這些年輕朋友 時間上來剛好 他如果要玩網路 要玩網路 要來做公民記者 來把我們民眾控精的紀錄 想使來紀錄 網站營館 來傳播 控精就是要 訊息要靠傳播 如果沒有傳播 這個控精就是 定義沒有發生 這承認是會這樣下 所以這個傳播齁 稍後也會看到 有一項 其實 說到這待會兒說好了 不然這說這樣 跳來跳去齁 就像我們過去的地下電台 對不對 這控制 中國國民黨的是 地下電台就是我們的武器 但是我們那時候也是浩台浩台 我們的地下電台 何不容易控制之後 去申請好了 經營之後艱苦 裡面完結 地下電台都不會讓人去賺錢 對不對 你看我們現在 我們共產民 如果要辦一個活動 要去跟我們拜託說 要不然你也幫我報告 幫我報告一下 報告一下 就要收四萬八萬 要收這個錢 我們才有可能 這邊的活動 到八萬四萬這樣搞 在那裡靠在那裡 還要多多少人在賺錢 在那裡靠在那裡 靠在那裡就打招招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現在 這個事情發生過了 策劃就造成了 我們也沒辦法 所以就是要靠更多 公民技術 來傳播啦 辦活動 最重要就是要傳播 傳播就是要有管道 管道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肢體的干預 所以就是情節啦 強行戰力啦 強行搭車啦 他說他不要反坐車 我們總共要坐車 這強行搭車 所以喔 比較先在 美國黑人那時候在民權運動的時候 那時候 他們的種族隔離 種族隔離 種族隔離 就是說 黑人跟白人 坐隔離 黑人 坐白人的車 如果一台車 頭前 白人坐 後面黑人坐 黑人坐 這個 這 好像在那個時候 沒用過 我們台灣比較不敢這樣 又不敢這樣 又不敢說 中國人坐 一台車 台灣人坐一台車 他們這樣 走就讓台灣人打死了 對不對 又不敢建奧萬 但是 因為他不建奧萬 我們台灣人也 那時候 那時候使他 說他也對我們不錯 他對我們不錯 大家想看看 他人 一個月都領一萬三千五百 再加六百 剛才一萬四千一百 我們的農民 哈 才來 跟政黨 在那討價還價說 阿不然 老農年金 各位敢加一千 加一千 到七千而已 人家的五十趴而已 啊五十趴是什麼意思 五十趴就是 剛才證明說 我們是人家的二等國民 對不對 沒有人領一萬四千一 啊我們 我們領七千 七千還不通過咧 你如果領七千 也要領一半 所以 我們公道民的主張 大家要的要說 六十五位的醫生 大家人 都 有一百萬本金的 十八趴優惠利息 這樣有得利嗎 有得利嗎 有得利嗎 有 你如果自己有一百萬 你就享受十八趴 一個月領一萬百 啊你如果沒有一百萬 我們要要求政府 要請你一百萬 對不對 啊你把政府做錢 也是要立利息 我們台灣人就是公道的啦 你跟做錢要立利息 算五趴 啊十八趴優惠利息 立五趴利息 要再十三趴 我領一萬三千啦 這樣比他更加減 一千一百的啦 對不對 這樣有公平嗎 啊我們台灣人 都沒有要討 討那一線兩線的 要討就討大條的 對不對 老人 六十五位醫生 過去都被台灣打拚過了 都有主機 受到我們社會的照顧 這樣有利嗎 人也有的 我們也要有啦 對不對 所以不但農民有 市民也有 勞工也有 這樣有利嗎 對不對 啊我們基杉的民眾 最煩惱的是什麼 基杉的民眾 娶婆生兒子 最怕就是說 小孩賺錢 小孩賺錢啦 小孩賺錢啦 小孩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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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的住民,都有管理享受,所有人交出來的稅金,會公佩,公佩,公佩的台語,對不對 我們的孩子,如果有撤車的機會,是大人自然的翻新嘛,到他那一代自然的翻新嘛 像我現在這樣嘛,我老婆也要撤車了,我老婆也沒錢了 我現在是,對我老婆的紀律齁,都很佩服的啦,我都經常去問啦 最近補助有在補老人複製金對不對 大家不知道在看補助嗎? 老人複製金是在補什麼呢? 那老人齁要對肥 萬不你自己,貴心也是齁,可以拿錢回來買冠茶啦 我老婆那時候的傘齁,也要他做這種的火頭啦 我都問啦,他就不用理了 我說,你怎麼知道多少人,參加你的火頭,很多人 他說,你怎麼知道什麼人已經撤去了 他沒有撤車,都記住了 他也做火頭 這回家外的事情,要收多少 他都有辦法應付 但是齁 他也是要給弱情,來給孩子撤車 我是比較好命啦,我比較好命的 說起來 我老婆有一個賺錢的小弟 所以,我老婆,都財財我們撤車了 所以,因為我有經過這種的痛苦 看我老婆在弱情 所以,我感覺 所有的家庭 要讓這個大人的人,可以放心啦 就是說,不用煩惱孩子撤車 沒有錢 這個 教育補助會 學費 就不用煩惱啊 不用財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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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對不對 吃好吃壞,那人就沒辦法了,對不對 這樣有道理嗎 有道理嗎 有 要要求的就要大聲 不用怕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管理 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在這裡有好朋友 可能你不會享受這個 你可能像大街不錯 但是,我們做一個進步的公民 我們要退浴生的民眾 大聲出聲啦 對不對 對 一個政黨 要勇敢退浴生的民眾來主張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喔 我們是希望齁 當然 有人幫我反腐啦 說我不能經常說民進黨跟他撤英文啦 但是我也是要期待民進黨跟他撤英文 齁 不能去萬地啦 你就站在農民的旁邊 跟他說我 總算 就對你要求 60%以上 大家人都有 賣金100萬 18%優惠利息 票就都來了啦 你還去萬地也沒什麼好 對不對 你看我這部比較好 還是去萬地比較好 對不對 啊 大家處理 替我選團 這就是我 支持撤英文的理由啦 我們如果有力 就有辦法要求撤英文這樣來撤英 對不對 我們如果沒有力 撤英文就不聽我們的話 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打拼 票先選給他 來要求 對不對 不能 不能每天都顧這裡 有特色的人 沒有特色的人就是艱苦 所以要特別需要照顧 對不對 啊 我們的主題 老的要顧 少年的顧 臺灣 就有願望啦 這樣有力嗎 這樣相投顧 我們做中間的人 打拼就有價值 對不對 所以 大家要認真來打拼啦 啊這個強行射水 就是說 啊 有時候政府的 禁止說 你不能通過一條桿子 我們是要過 啊 強行渡流 遊蕩 這就剛才我跟大家報告的 我們去總統會 他說你不能在這裡渡渡渡渡 不渡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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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 啊你如果要在這裡我大家就來 對不對 你如果要做早操 我大家都在這裡背裡做早操 對不對 半點鐘 一點鐘都可以背裡做早操 啊這個 強行祈禱啦 這個強行祈禱 啊 就是我們做 我們把 丟了告會 來造成 臺灣公義行動告會 一個 一個 一個時刻啦 我們未來 開始在空軍的充數 啊 哈 警察出動 軍隊出動 我們就是叫牧師 請牧師 騎南靠靜 來 適合我們臺灣 適合我們出的空軍的民眾 給警察跟軍隊 不敢隨便開靜啦 這樣了解嗎 啊這個 牧師 還是說 我們的法書 就像我們 高雄那個 鄭新柱法書啦 他如果說可以帶人來 沿現場 齁 來 去救 我是不知道他拜什麼 拜什麼教啦 不管怎樣 就是說 反正 透過 宗教的 儀式 齁 來 讓現場 可以 鼓勵 我們的力量 啊 非暴力突襲 非暴力突襲 啊有時候 非暴力突襲 有時候就是說 我們現在洶洶去齁 譬如說八月二三 如果他選擇 選擇說齁 離勤我們的錢都不用拚 啊我們就要準備啦 那一天就要洶洶走來齁 高等法院齁 都要把他的大門都要拖 齁 看要半小時一小時 電看啦齁 啊來就很有距離 就要那麼多 啊連勞 叫記者來挾一下 啊無人命來挾一下 表示說我們 控育 犯育 犯育 你洶洶我們 不用承錢啦 那是我們新康團的錢 對不對 齁 啊這個不當得力 當然要承嘛 對不對 啊如果現在喔 他怕有多要承 啊我們再買幾兩國 來這裡挾很多 對不對 這樣有力嗎 啊這幾兩國 我們公道民來出就沒問題啦齁 齁 我相信 我們這個 慶祝的儀式齁 無人命再挾起來 跟商議網路上面 我們海外的東洋 一定也要再挾很多錢來啦 對不對 讓我們買幾兩國 對不對 齁 所以 這個一盞加一盞啦齁 啊 先逛行 做得到的 這樣一盞一盞來做 因為它很敵人 真的都有 我們可以做的 對 說 我來說 他就在這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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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